暴风眼后 又以谍战剧身前将袭 诚意领衔 搭档影儿 说到谍战剧 因为惊险刺激的场面 环环相扣的情节 让人觉得十分过瘾 而谍战题材类电视剧也一直都是影视剧市场长胜不衰的话题 早些年的风筝 暗算 潜伏 伪装者等 都是口碑十分不错的谍战题材剧 最近 由杨幂 张彬彬领衔主演的暴风眼刚刚收官 剧中的安静和马上作为国安人员 不断通过侦破技术窃取案件 保护国家稀有资本不被境外势力走私交易的故事 既有人性的思考 也有高能烧脑的剧情 让不少观众直呼过瘾 时隔一年多 主演从小配角机身顶流 身前除了是一部叠战剧之外 最为观众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主演阵容了 去年 自从诚意凭借流离火爆迎评之后 诚意深受观众青睐 俨然已经机身一线小声行列 并且在长安诺 南风之我意 陈香如谢等大型电视剧里单纲男主 最近 影儿写古装剧锦心似玉回归 在剧中饰演永平侯徐令仪将军的原配原娘 虽然戏份不多 但影儿凭借精湛的演技 将原娘的睿智 雍容大气 演绎的淋漓尽致 再度翻红 而该剧的女二号同样令观众期待 她是侯梦瑶 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在去年的流离里饰演紫胡 一个坦坦荡荡 同时对爱情充满了美好幻想的角色 让人对侯梦瑶好感被增 而侯梦瑶接下来也有大型古装剧《摇像传奇》即将和大家见面 备受期待 惊心动魄谍战剧情 致敬无名英雄 该剧讲述的是在长沙会战之前 一段显像还生却不是热血信仰 致敬无名英雄的谍战传奇故事 抗战时期 日军为了占据长沙 启用潜伏在中国15年的战略特工 黑直氏 中国地下党党员云木之在调查 黑直氏的过程中被杀害 后来 他的儿子云洪生为了追查查夫凶手 卷进了《黑直氏》的阴谋之中 就在此时 云洪生父亲生前好友帮助下识破骗局 最终 云洪生携手文艳明步步为营 挖出了深藏在国军内部潜伏的日恩战略特工 扭转乾坤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 惊险刺激的烧脑剧情 无疑会成为本次谍战剧的最大看点 最后的大boss也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 在这部剧中 诚意饰演的角色是云洪生 而影儿饰演的角色则是文艳明 超强班底轻力打造 除了惊险刺激的剧情 以及强大的主演阵容之外 本次深前的班底也非常强大 该剧的导演是刘国辉 他爆款频出 曾经指导过戏说乾隆 新楚刘湘 情线叶中环以及朱仙青云志等剧 经他之手顿大多数都是爆款 他非常擅长捕捉细节 深懂观众心理 打造出了一部又一部爆款剧 该剧的另一位导演赵立军同样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导演 他的剧都水平不俗 有手心里的幸福 我的老爸是卧底等 这个班底虽然说不上金牌班底 但是也算高质量主创团队 所以小编对这部叠战剧还是十分看好的